美国近年来持续大幅增加军费预算 数额超过排在其后面的九个国家的军费总和 2025财年国防预算更是占到美政府财政支出的12% 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美方为获得更多的军费预算 一再拿中国说事 编造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 这种凭空制造敌人的做法在战略上是非常危险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们不想威胁任何人 但谁的威胁我们也不怕 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 是任何人和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